比如說要自圓搜尋器 那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一個data從網路上抓下來 不管抓網頁、JSON檔、CSV、XML 反正抓下來是一個字串 然後抓下來之後 你需要某部分的資料 如果像網頁 它一定會有TAG 它那個標籤 把那個標籤找到之後 後面的東西就是我要 我想把後面的東西抓出來 放在我要放的原件上面 那我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問題 你要如何去找到自圓搜尋器 那它這邊有一些sample 大概就是什麼 會有兩個東西要輸入 請輸入字串 它第一次請輸入字串 是要被找的一個長的字串 這個有點像是 從網路上盪下來的資料也OK 只是說這個很短一點點 第二個要找什麼東西呢 找裡面的其中有Match到的關鍵字 找到 那找到的位置要把它秀出來 比如說這一串 什麼什麼 Gary啦 Mary啦 什麼Happy啦 Tom啦 Sherry等等的 然後都有R1 R4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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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列出它找到的位置 那這個列出找到的位置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 我把它執行過 run一下 然後輸入自串 那我就把預設我已經打好了 因為剛剛這一串太長了 我就先把它先打在一個記事本裡面 輸入對不對 enter一下 它會說請輸入要搜尋的 自圓或自串 那我要找什麼? 找ry 特別注意大小寫 因為如果你不區分大小寫 在比對的時候 比對的時候可能要把它轉換成大小寫 ok enter 一下 那就要把什麼呢? 它找到的位置顯示出什麼? 第幾個位置找到了 然後呢 當然第一個你會找到3 就第三個字 第3 第4 再來就是4 5 6 7 8 第8個又找到了 對不對 9 10 11 一直往下 14 然後再來就是25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它找到的是R這個位置 然後把這個位置通通列出來 通通列出來 ok 那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完的話 那基本上這一題就完工了 那到底它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你要用一個scanner 這個scanner就是掃描user填資料的時候 填了之後我把它讀進來 所以scanner的任務就是在這裡 然後裡面的話大概會有這些敘述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我就用個度回圈 度就是我要找它 直到畫有什麼條件呢? 不等於-1 所謂不等於-1就是有找到就繼續找 有找到就是當它沒找到 它會return給我一個-1 表示後面已經沒有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需要去理解 就是第一個 你需要用一個度回圈 因為而且度回可能要放在後面 後測試回圈 找了之後再去判斷後面還有沒有 找了之後還有沒有 所以後測試放在後面 一定會先執行第一次 再判斷 執行第一次再判斷 第二個你可能要學會的是 在字串類別 然後這個地方這邊 這一題是跟字串類別 字串的處理有關 那要怎麼去找到 找到什麼? 找到你的字串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關鍵字 那你需要理解的就是一個方法 叫做index of index of 這個index of 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你就可以利用它找到 你要找的在哪個位置 它會return給你什麼? return給你一個就是你要找的 不過它後面預設通常會從頭開始 不過找到之後你要往下找的話 必須把你找到的位置有沒有 再換成後面這個數字 因為它這個是 這個index of 裡面會需要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你要找什麼關鍵字 一個參數是你要從哪個位置找起 哪個位置找起的話 預設是從頭開始找 可是如果你要往下找的話 你必須把你找到那個位置 再加上什麼? 加上你要找那個致串的長度 往後面找 它才會往後找 否則的話 它又會從頭找 永遠都找到第一個位置而已 所以特別是要往後面找 往後找 然後直到找到沒有 沒有就是負一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能要先理解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需要具備的能力 ok 那這裡的話當然 致串函數 特別是致串類別裡面的那個index of 那當然這個地方 這一題還算簡單的 未來我們再處理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 比如說從 雅虎 從股市資料裡面抓 抓到之後呢 除了找到那個位置之外 還要再切你要的部分 那切的話 在致串類別裡面 還有一個方法 叫做substream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有哪一些東西 那請各位稍微把這個 這一題的邏輯稍微看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把詳細的 相關的說明 再跟各位做說明 畫面先還給各位 想要先把那個 因為這一題的難度 應該也是 第二類裡面應該最難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 第一類跟第二類最難的 都放在最後面 都是210跟110 所以當然考試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 如果抽到這個 只要10的題目 都算是比較難的 可以先了解一下這個題目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 就是程式撰寫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這個部分 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就是找到 我要找的那個自創位置的話 那根據當然題目的 題目的說明 裡面大概就是 我剛剛demo的 就是輸入一個文字 然後找關鍵字 然後按Enter之後 它可以輸入進去 然後 當然 如果什麼 字元不在字串中 要顯示找不到了 當然如果裡面找不到的東西 你要能夠顯示出找不到的訊息 那其他還有沒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當然就是這些 反正邏輯非常簡單 只是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怪怪的 就是說那個找到的位置 明明我算了一下 應該是3 8 14 可是它這個顯示出來 位置奇怪 就是不太一樣 我這個 我試了幾個方法好像 不過沒關係 你如果有興趣再去深究 主要找到位置 這個件事情比較重要 好 那我們了解了那個邏輯之後 接下來 來看一下那個程式的撰寫方法 那首先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index 這個index 它的原理原則 基本上就是 你要 你要能夠 給它 什麼呢 一個 一定是什麼 strings 這個strings指的是什麼 你 你要 就是你原來的那個字串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的這個 一個字串 就是這一串 那enter過之後 它會放哪裡呢 enter過之後呢 它會幫我把這個字串 這個字串 直接放在 這個strings的變數裡面 因為它用那個什麼 scanner 這個類別 這個類別 它有個方法叫 nestline 就是把它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把這個東西讀到 這個strings裡面 OK 再來我會輸入第二個字串 第二個字串 第二個字串 就是ry 假設ry 那我按enter 它會幫我讀到哪裡呢 它會幫我把這個字串 ry 讀到哪裡 讀到這裡 這個地方 OK strings1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string str 指的是 你的 你的 算是你的 什麼 類似你的 字串 然後呢 這個 第二個是str1 指的是 你的關鍵字 要找什麼 應該 OK 前面第一步就是input 輸入 上面的部分 應該是做輸入 do while 這個部分 是做什麼 找一下 裡面 有沒有你要找的關鍵字 那我講過 這個地方 比較好的設計方法 是do while do while 不過因為回軒的方式 前面我們99成8表裡面用到4回軒 其實4回軒 你也可以改成do while do while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前測試 先做判斷 再進到我們的程序 那這個是先做了之後 再判斷 ok 後測試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那do 做什麼東西 就是去幫我找一下 找index of 找什麼東西 找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 那be指的是什麼 我們初始的位置 也就是說一定是從0開始 ok 從頭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 如果index 他找到的話 如果有找到位置的話 他會告訴我 所以他ry往後找 會找到3 那3的話一定是不等於-1 因為他如果找不到一定是-1 如果他不是-1的話 那他就會進到這邊 進到這邊我就把findex findex這個變數 實際上是什麼 找到幾個的意思 findex的預設沒有找到 那如果找到了 那就加等於1 就等於是加1的意思 就找到一次 找到一個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是找到了第一次的話 就輸出什麼 第一個位置找到 因為我第一次找到的話 我需要一個開頭 什麼開頭呢 就是最上面這一行字 那什麼時候輸出 不是每一次都輸出 是找到第一次才輸出 所以如果findex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那如果第二次以後的話 就不用再放這個了 第幾個位置找到 然後呢 就再把什麼呢 這個地方 把我找到的位置加1 OK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不是找到3嗎 基本上 他實際上找的是 因為 四串其實就是 一個什麼 一個陣列 四串其實就是 一個字圓的陣列 那他的位置一定 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0 1 2 所以實際上這個是 0 1 1 2 那可是問題 我們的認知應該是 1 2 第三個字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 為什麼加1 因為他的位置 從0開始 可是我要看到的是 第幾個字 所以把它加了1 那加了1之後的話呢 勢必 我要讓他往下找 那我剛剛講過 往哪裡開始 預設是0開始 從第0個字開始 可是問題我已經找到了嘛 找到 找到之後的話 我要讓他往後找 那往後找 index 找到2 2必須加上 它的那個 這關鍵字的長度 關鍵字加幾個字 加 總共兩個字 也就是從那個 4 第4 從 等於是 從那個 我們 這個位置 我們直接這樣看 會比較清楚 假設我今天 找到之後對不對 我要讓他往後找 找到這個是 0 1 2 2 對不對 那必須怎麼樣 再讓他從這邊的後面開始找 你不能又從0開始 因為又從0又找到他 所以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位置 他原來找到 index找到的位置 從這個位置 再加上兩個字 這個地方開始找 所以他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怎麼樣 從什麼地方開始找 從這個位置就往後找 所以往後找 又找到了 找到什麼 Mary這個 所以找到位置是 剛好是7 Mary 然後7的位置 7 因為我們看到的位置應該是 7指的是 他在這個字串的位置 那我必須把它加1 所以加1之後的話 就把它輸出 這邊加1 為什麼加1 那一樣的方式 再繼續往後找 往後找 然後再 Henry 找到了 然後就是輸出什麼 14 然後再往後找 Sherry找到了 一直找 找判斷 判斷 找完之後的話 先做一件事 判斷 Sherry找完之後 再往後找 還有嗎 沒有了 沒有之後 他就告訴我說 已經-1了 那-1怎麼辦 就跳離了 所以跳離之後的話 就不會往下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第幾個位置找到了 分別就是 13 8 14 25 不過 這一題 怪怪的一點 就是說 其實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 這個題目 理論上應該3 84 25 不過你可以看到 這個最後出來 卻是3 7 12 22 那我就百思不得 因為我怎麼算 好像位置都不太對 那可能的原因是怎樣 是不是 可是它裡面有沒有提到 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那個空白給去掉 是不是說它是把空白給去掉 然後再來開始找 可是它又沒有提到 所以這個可能 是不是再研究看看 理論上 這個沒有提到 我們知道它邏輯找出來的數字不對 不一樣 那這個到底什麼 後來我也是 我把那個空白的部分取代掉 再來找 結果還是跟它的數字不一樣 所以這就怪怪的 你們可以再瞭解一下 到底是不是哪邊 因為我怎麼比對 我發現好像都沒錯 奇怪 數字不對 後來是它 也許在做那個測試的時候 就有問題 沒關係 這個地方 基本上符合它的要求 應該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那因為這一題 難度其實還頗高的 所以請各位 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 我有把剛剛的210的 最後剛剛我寫的東西 也放在這邊 那上面當然有做一些些的註解 提供給各位去了解一下 這個裡面到底怎麼跑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比較困難 所以我建議各位 可以慢慢的使用一個那個 不知道各位對於Kliber熟不熟 除了可以run它之外 在它旁邊有一隻臭蟲 這個臭蟲還蠻好用的 因為 如果你不懂得用那個 debug模式 真的 你有時候跑完 那些細節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哪裡錯 哪裡對 然後你要除錯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說你要去追程式的時候 假如說呢 你要慢慢去找到你到底哪裡寫錯的話 要懂得這個應用 那用法很簡單 一 請你做一下 我的習慣是 請你在這個你想要追的那個 某一行的程式前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痘痘 這是要中斷點 OK 其實在Visual Studio 或者其他開發環境也都有 把它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利用什麼 這邊有個臭蟲按下去 它就會怎麼樣呢 跳出這個畫面 你按yes 它會幫你切到什麼 切到這個除錯模式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會幫你做哪些事 幫你把需要的變數 args 有沒有 find it index bin 裡面的東西都給你列出來 那你可以做什麼 現在程式是停在這裡 那你有沒有停在這一行 因為我設一個中斷點 那如果你要往下run 這個就可以按鈕8 或者按這個按鈕 它會跟你要一個東西 直接在這個下面輸出 enter一下 你這個時候可以再往下跑 它就讀進去了 這個時候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會有個scan scan 然後再往下跑 這個時候有沒有 scan到了 你會發現 它這個變數呢 就幫你顯示在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觀看到 它跑到這邊來了 那裡面的 變數 裡面的值就出來 你可以在中斷模式底下 去check 裡面的到底變化值 OK 那換下一個 下一個輸入一個ry enter一下 然後呢 它又讀進去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有沒有再多一個變數出來 看一下 往下 瞬移又出來了 ry 有沒有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可以慢慢去 去check說 我的程式邏輯到底有沒有錯 如果有錯 我可以馬上修改 改的時候再run一下 改了 大概跑個兩三次 但是基本上呢 我程式應該就ok了 可以慢慢寫沒關係 不用急 不然你說一下 要把所有東西全部寫完 沒有bug 這不太可能 哪那麼厲害的人 即便你腦筋太清楚 這樣厲害 神人等級也不太可能 ok 所以總會有發生錯誤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就反正慢慢去跑 然後再來就是 index 病現在裡面是0 然後index裡面 因為我已經找完了 他幫我找到了 有沒有2 為什麼是2呢 0 1 2 找到了對不對 然後呢 就做什麼事呢 比對一下 這個裡面是等於2 然後他就跑這個回 跑進來 然後find each 找到幾個 找到一個 然後就第一次 找到這邊輸出了 ok 然後換下一個 依實類推廈 反正就是照這樣的方式 慢慢慢慢去跑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無論你將來是寫Java 或者寫Enjoy 如果你懂這一招 再複雜的程式 你也可以把它寫出來 沒有問題 所以很多程式 一定要瞭解一下 它的中段 所以特別注意 最後這個 這個稍微提 切回來就從這邊 Java模式再切過來 所以他可以切過來 切過去 切過來 切過來 如果ok的話你把它停止掉 然後再切回來Java ok 所以關鍵就是記得 最後跟各位分享一個就是 中斷的部分 因為很多書裡面都沒有提到 怎麼去設中斷點 所以很多人很妙耶 他居然不會除錯模式 居然可以把程式寫得出來 真的 因為很多複雜的程式不會中斷一下 真的不知道怎麼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一個很好的開發環境 真的對於設計師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以前的人 他是用那個記事本 居然可以寫這麼複雜的東西 還沒寫錯 還可以compile過 所以以前在寫像那個比較 然後 書寫Java真的就是compile compile就是 都是在DOS底下去做這些事情 而且他只會跟你講說 你第幾行會出錯 所以你 你還要去看 算第幾行 頂多有些編輯器告訴你 顯示出行號 但是你還是要自己去知道說 到底你錯在哪裡 這真的是太困難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好的開發環境 對於設計師來說 簡直就是很輕鬆 輕而易舉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裡就錯了 那我就改一下就好了 兩下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不過我發現很多人 連出錯模式怎麼用都不知道 任何工具 任何開發 無論你是開發什麼 其實都有對應的IDE的開發環境 如果你有這些開發環境 真的是如虎添翼 OK 所以像現在那個 最近那個Visual Studio 最新的版本 他就很厲害 他要加入 你就加入APP的戰局 所以他把所有 那個開發的功能 都幫你加進來 讓你開發的更簡便 大家也在競爭 不過目前開發Java 用起來 最順手的感覺 還是用Eclipse 來開發 應該是算最簡便 而且他幾乎是 完全免費的 你要到Eclipse 官網上去抓 隨時也都抓得到 JDK再灌起來 應該就可以跑了 而且全世界佳華工程師 寫佳華工程師 其實應該數量應該是最多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部分的人力需求 其實你們自己也可以去E04 找到 其實這部分的人力需求 非常的大 而且薪資上面 也會比一般的工作來的高很多 即便是菜鳥工程師 薪水也會比其他工作來的好 那更不要說 你如果假如你寫到某個階段 你如果可以很順 就是對這些東西都很熟悉的話 我相信 你要哪一個還不錯的收入 應該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OK 所以這裡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其實如果你懂的這些東西 其實寫起來還蠻愉快的 而且你要想要寫什麼 馬上這個Create書你要的東西 所以最常用到就是 現在最常用到的就是 網路上抓資料 抓下來在手機上秀 那未來 其實像美國現在已經是 政府單位會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放在網路上 放在一個地方 讓所有的人都去抓 那你要怎麼抓最簡單 用手機APP來抓就好了 那台灣未來 現在很多 那個 像台北市高雄 他把所有東西幾乎你可以看到 你們打那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幾千種耶 幾乎你所有 整個市政裡面需要知道的訊息都有 但是問題 需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把這些開放資料 可以快速的整理成APP 讓很多人很快的可以把這些訊息 當然後續的衍生的這個需求就非常的大 OK 那 這總共我們有那個實體 這實體我想是一個基礎題 它主要的目的當然就是 你把這些熟練之後 以後你要操作Java就會更簡單 而且更順手了 OK 試試看 那請各位把那個 第210的這個 資源搜尋器 這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那當然這一題後面 衍生性需求還滿 像那個Swing類別裡面 還有其他更多的方法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謝謝能力 他是 재�品 比如說